這題其實複雜度比較高一點點 大概分析一下這個地方該怎麼畫 首先的話各位可以發現 這邊有一些蛛絲馬跡 第一個的話呢 其實這個是可以把它畫成一個圓 有沒有 這邊也是一個圓 這邊也是一個圓 有沒有 總共有幾個圓呢 一、二、三、四、五個圓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假如我們從哪邊開始 從這邊 比如說從這邊開始 先畫一個圓 那這個圓 再利用這個圓 產生另外四個圓 那我們就可以比如說 先畫這個圓 那這個圓的話呢 我們知道說它的 它的直徑應該是多少 除以五嘛對不對 應該直徑嘛 我說直徑 所以這樣子就可以產生一個圓 那利用這個圓 就可以產生另外四個 總共五個圓 這樣就畫出五個圓之後 那畫出五個圓之後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就可以 再畫出這個 那這個上面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就可以用一個圓 這個圓的話呢 它有幾個訊息 就是怎麼樣呢 它的第一個是切邊 切邊一定會跟這個切 有沒有 切這裡 切這裡 對不對 相切相切 還有一個什麼呢 半徑 所以利用相切 相切 半徑 就可以畫出這個部分了 再把這邊多出來圓 有沒有 就可以把它怎麼樣呢 刪除 這樣就可以畫出這邊來 接下來的話呢 接下來的話呢 這一邊 底下這邊有沒有 這一條線 跟這一條線 我們畫的方式 因為它這邊有60度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 沿著這個邊 這個邊 一定要是相切點 相切的地方有沒有 畫出一條線 那這個線長不知道 你可以畫長一點沒關係 畫100也沒關係 100 所以是 然後後面的話角度 角度是多少 60 可是它這個地方是反方向 所以是-60 -60角度 就可以畫出這一邊 再利用什麼呢 利用所謂的那個 近色有沒有 以這個中心點 再往下拉 就可以畫出另外一邊了 那最後呢 把這兩邊 變成圓角 圓角我們後面會用蠻多的 那圓角呢 我等一下會講一下 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產生下面的部分了 那再把這邊刪除 刪除 刪除 刪掉之後的話 就可以產生我們要的一個結果了 不過這一題 比前面還要複雜許多啦 我們來一個一個來看好了 首先的話呢 我們 切換過來 這邊 好 首先的話呢 我們先畫一個圓 我剛剛講 圓 所以是輸入D Enter 它的直徑是93除以5 Enter 這樣的話就畫出一個圓 那我們利用這個圓呢 做一個陣列 那這個陣列的話呢 我們就用陣列 用 叫做 舉行陣列 那這邊的話呢 要 先選取它好了 選它 Enter 再來的話 幾列呢 橫的嘛 所以是一列而已 橫向的喔 幾藍呢 五藍 五個 這樣就對了 一列五藍 那再來的話呢 特別注意呢 我們再來 因為是橫向的 所以呢 只要選行偏移就好了 就是往右嘛 所以呢 偏移的這個地方 行偏移要選 選用這個按鍵嘛 選擇行偏移 從這邊到這邊 兩個四分點 就偏移18.6 也就是從這邊到這邊 再換下一個 再下一個 總共呢 我要偏移五個 按確定 這樣就好了 利用陣列的方式呢 很快就可以產生 另外四個圓 接下來的話呢 我要畫上面的部分 我剛剛有提到 就是用那個相切 相切 那半徑的話呢 是35 所以呢 我們就用相切 相切半徑 繪圖裡面有個叫做 圓 相切 相切 半徑 然後呢 記得喔 相切切上面這裡 你不要切下面 如果切下面 變成倒過來 上面這裡 點一下 這邊 點一下 半徑呢 就輸入多少呢 35 好 35 Enter 這個 看錯了 好 再來一次喔 繪圖 圓 相切 相切半徑 切 切 65 這樣的話就畫出來 那我們把多餘的線段 用 按一個修剪 馬上按Enter 直接把它點一下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產生 這個部分 再來的話這一條線 那特別注意喔 這一條線你按一個什麼呢 線 那因為我要在切 切點上面 你不能亂點 你一點的話呢 如果你在四分點 畫出來就會 變成說那一條線 不再切點 所以按Shift的鍵 加右鍵 Shift加右鍵 這個地方很重要 Shift加右鍵 一定要什麼呢 相切點 所以相切點的地方點一下 相切點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在這個相切點上面點一下 這個是起點 那終點的話 你就直接 小老鼠 我們用100好了 然後呢 角度的話呢 是-60 -60 就會產生一條線了 按Escape 跳開 那這一條線 這邊也要過來 所以呢 我們就利用 近色的方式 這邊有個近色 選物件選它 馬上按Enter 再來的話 近色我們以這一條 以這邊 中心點 點一下往下 記得用正焦啦 不然會偏掉 往下 認一點 點這邊再往下認一點 點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按Enter 好就產生我們要的 再來這邊要做成一個圓角 那這邊你可以看到 在分解上面不是有個圓角有沒有 那用這個圓角就好了 點一下 它會出現的 你這個地方要用什麼呢 因為它這邊有個所謂的 角度有沒有 圓角應該是 半徑 半徑 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輸入R Enter 然後半徑的話呢 是多少 35 一樣 那已經是35了 不過我們再數一次好了 好 那選取第一個物件 它 第一個 選取第二個物件 按它 這樣就好了 這樣的話就會有35的一個 半徑的一個形狀 好了 這樣的話呢 最後我們就把不需要的線段給刪除 選 修剪 馬上按Enter 然後呢 這邊底下這個 這個下面這個地方 點一下 再來一次 修剪 你會發現有沒有 如果你點的地方有沒有 這個地方因為連在一起 所以你在修剪的時候呢 變成那個地方會被修剪掉 那怎麼辦呢 這地方的話我等一下再說一下 這個地方變成你在用 修剪的時候呢 就不能用之前的方式 這地方的話呢 有沒有 再點一下 它的焦點的地方 好那這邊的話呢 我想你們先試試看 基本的原理大概是這樣 這一題會比較複雜一點 然後